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 问候各位 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海外市场普涨 叠加央行定向降准的双重利好 户指今天大幅高开 直接占上了2800点 有人说2800点以上 空间还有多少呢 说如果说最坏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进场 甚至可以持股待涨了呢 今天给大家在操作上 很多信心 当然也给出了大家一道难题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 将和大家顺着今天的高开高走 说说未来的操作 两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特别是市场分析师周宇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沈淳 两位晚上好 这时段您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您的观点对后市怎么看 2800点上方到底持续性 还有这个空间有多少 可以发给我们 当然了 您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今天的盘面当中的热点非常多 这些热点还能持续吗 我想您手中有的个股 也许就是这其中的一些品种 那我们来看看两位嘉宾 会如何和我们来交流 刚才我们也说了 今天整个市场确实是 白股涨停高开高走 两市成交额呢 也回升到了7321亿的水平 北向资金的净流入也超过了145亿 会加速吗 会延续吗 未来的市场风险 我们该如何做一个重新的评估呢 沈纯 其实今天有好的现象 当然了大家看到好了以后 就想还能不能更好 当然了就是对持续性 包括高度的进一步的一个探讨 您觉得最坏的时候过去了吗 整个市场是不是在这儿 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点呢 我觉得最坏的时候 我们上周就已经说过了 最坏的时候应该已经是过去了 但是短期我觉得市场目前来说 我们还是只能说是一个 一个缩量的一个筑底阶段 因为现在这个说 马上出现这个反弹的连续的上升趋势 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上周的这个市场当中 在一个震荡区间里面 上面的缺口和下面的缺口 在三天里面都进行了一个回补 3月25号的向上跳空缺口 和3月27号的向下的跳空缺口 在三天里面都被回补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几个指数 也都是留下了这个向上的缺口 那么未来的两到三天里面 其实是需要观察这个缺口的 一个持续性的 如果这个缺口能够持续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地方是趋势上 和之前的一个筑底的一个横盘趋势 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这是第一个要观察的 第二个我觉得还是量能 因为今天即使在白股出现涨停 包括整体个股出现补涨的 一个情况下 今天的量能也并没有出现 有效的放大 因为之前的这个市场下跌时候 2800米当时的这个 以上的这个量能是 两市加在一起 是维持在这个8000亿附近的 所以现在的量能 依然还不足以说指数 能够马上的就是突破上方的压力位 而之前我们也说过 上证指数上方的压力位 就是3月16号当时的这根阴线反包的一个 一个中位数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2850点 创业版大概是在1980点 这两个位置目前来看 上方的筹码的堆积来说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如果指数不放量的话 要突破这上面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虽然是这个指数 这个指数是能够压制的 但是转捷项影又比较好 所以短期来说 我认为现在的阶段 应该还是一个 这个筑底的一个横盘阶段 但是操作性来说 会好于上一周 因为今天的 因为上周的市场 我们看到市场其实是比较麻木的 不单是对这个利好的政策麻木 而且是对体材的一个消息 也比较麻木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周末的一些 比如说数字货币方向的消息 包括今天尾盘 出了一个特斯拉的消息 然后盘面当中 马上就有资金做了反应 所以这个地方的 这个市场的情绪 应该说是比上周 出现了一定的升温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者 在目前的位置来说 又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 所以我认为 在4月的中上旬 应该说指数 还是在一个正当区间里面 但是现阶段的一个操作性 要好于上一周 也就是说现在的氛围 要比上周要更好一些 这是您的结论 那周宇 其实从今天整体的市场表现情况来看 大家也发现 整个在技术上也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MICD 包括日K线 它的一个图形组合 在这儿大家是想通过技术 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它2800年 跃上以后 是继续要猛攻 再攻城拔债呢 还是说在2800年 要持续在这个区间当中 进行一个震荡 技术上能找到答案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 首先第一点 就是今天的市场 145亿的北上资金的净流 也是创出了近期的一个高点 而且在尾盘的时候 就竞争了50个亿 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4月份 首先今天的表现 是对人气提振的 我们觉得是开始 是一个开始 但是它会不会马上就开始走出 像2月份当时这种单边市场 我们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 那么其实这个市场啊 它其实是有它规律的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整档的市场 占到70%到80% 那么单边的市场呢 占到20% 所以说2月份单边上涨 3月份单边下跌 那么进入到4月份之后 4 5月份维持整档的这种概率 反而偏大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区别对待啊 刚才杨子姐谈到 我觉得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看一下上证 和看一下创业版 其实我们未来的选股的方向 我们投资的这个方向 你看一下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近期的 一个主要的策略 我们给大家看两张图 比如说 先来看第一张啊 上证的这个周线图 这是一个趋势图啊 这张趋势图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 就是它其实股价 是在这个墨绿色的趋势线的下方 代表什么 代表空头 那么代表空头呢 短期来说进入到整档 上方是有压力的 而且呢 上证目前在上方 比如说2850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成本的一个阻力位 那么如果突破了2850 再向上的话呢 那么就进入到年线和半年线 就是2950这个空间 所以说呢 明天我觉得更重要的看 是否能够这个站上2850 所以短期这种人气的这种释放 我觉得这个提振这是必要的 因为经过三月份的下跌之后 很多投资者就是打懵了啊 一月二月份的时候上涨是比较 不知所措 然后很多人进来 进入到三月份的下跌之后 很多人依然是不知所措 所以进入四月份 它其实是一个整档 那我们再给大家打个比方说 比如说这一次三月份下跌 一共是下跌了接近13% 去年啊 去年的四月份见头之后 四月份 四月二十二开始下跌 下跌到五月八号 到低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也跌了接近12% 那么在这个12%下跌之后 你再看一下六月份 七月份 整体来说是走整档行情 所以说最黑暗的时间是过去了 但是呢 未来整体来说是以整档为主 我们再比如说在2018年 2018年一月份 当时也是走单边 二月份单边下跌 然后到进入三月中旬以后 它就开始进入整档 四月份五月份 一直整档到六月初 六月初当时的这个工业复联上市 趋势被打破 然后开始出现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市场 我们整个的这个投资的方向 和投资的策略 更加应该关注于这个趋势的整档 但是呢 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给到大家一些新的方向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业版 创业版这个周K线呢 它的这个趋势啊 从这个19年的二月份 转多之后 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多头行情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年初一直强调的说 我们看好小票 看好这些题材股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创业版的趋势 它依然是走在周线的牛市行情当中 所以我们未来 我们认为这一次 经过三月份的充分的回调以后 四月份更多的一些反弹的机会 依然是在创业股 创业版 题材股当中 而今天这种题材股全面的这种爆发 它只是一个开始 但是它不会一出而就 马上就会走出二月份这种单边市场 这种可能性相对会比较小一些 刚才也提到了 创业版当中已经有许多的题材的个股 在旁边当中已经有所表现 那我们一会儿还会细细的来说说 今天涌出的一些新热点 那沈纯 其实回到今天我们说 清明小长假之后 大家看这个市场 还是在关心错峰的疫情变化 还在关心市场的这个风险情绪的修复 从目前来看 疫情在欧洲出现缓和的迹象 市场风险情绪也有所修复 那有人发现像法国意大利指数 好像据说相继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牛市 那是不是海外市场 已经度过了最坏的时候 那我们在考虑A股进一步走势的 这个过程当中 海外市场这一块的这种 就是说它的一个干扰度 就会降低很多呢 我觉得之前我们一直观察外围市场 主要是观察外围市场的一个波动率 那么刚刚提到了这个 像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盘后 像德国啊 意大利啊 说反弹了20% 就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牛市 但是其实在前两周 当他们跌了20%的时候 当时我们又说 它是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熊市 所以在这个牛熊的交替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更多的应该说是 市场情绪在之前的一个恐慌之后 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安抚 那么我觉得也是疫情在这个地方 大家对于这个拐点的一个预期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缓和的预期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体现 但是对于A股市场来说 我觉得现阶段 更多影响一股市场的应该 海外市场是一部分的原因 但是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 场内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我们看到市场 在连续的几个月里面 出现了一个降准这样的一个信号 包括上周末的这个超额准备金的一个 这个降低 这个也都说明货币政策在一个地方 它的一个节奏性来说 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表现的 同时一季报 在目前的一季报的一个 披露的过程当中 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板块 没有出现了一个超预期的一个下滑 比如说大家担心这个消费电子 比如说担心这个计算机 担心通信 其实从现在一季度 目前来说 披露的数据来说还算不错 但是我说了 为什么说现在先阶段 我们可以适当的积极操作 但是到了中下群以后 还是需要一定谨慎 因为很多相对来说业绩不是那么好的 或者说是可能会出现地雷的这些股票 它的业绩的披露期往往是在下群 就是在后半月 所以这个地方直接会影响到 场内的市场情绪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市场更多的 还是一个自身的一个节奏 我觉得起主导的一个作用 当然因为今天的海外的 这个适当的缓和 造成了北上资金的一个回流 而且在最近的五天里面 北上资金的一个回流幅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回流的资金主要打的品种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主要还是以这些蓝筹 高股息低估值的这些品种为主 就是它把这个台子给搭好了 所以使得这个台子搭好的前提之下 市场才能出现体财股的活跃 才能出现这个活跃资金 去做一个抄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未来关注的几个方向 第一个我觉得是关注这个季报披露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关注北上资金的一个情况 第三个就是从技术上来说 上面的两个压力 是不是能够被有效的放量突破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未来需要 观察的一个三个点 但是在最近的一周里面 我认为是可以适当的 这个积极操作的 那其实周宇刚才我们也分析了 在技术上目前A股所面临的这种状态 就是上证和创业板的这个区别 似乎从这两张图当中 我们也找到了未来 可能选股站队的一个方向 这是您从技术上 给出大家的一个结论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前两天也说 它每天开盘之后 前半个小时是跟外盘对接的 看外盘 涨 跌 然后我们前半个小时 有这个运行状态 刚才沈纯说了 慢慢慢慢要恢复到 我们自己的这个节奏当中来 那从目前来看 整个市场在这个第二季度 四月份 如果说有这种突破可能的话 有更多情绪修复的话 我们怎么去消除 对未来这个疫情影响经济 等等的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就说盘面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成交量 是回到了七千多亿 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这个不稳定 是不是也是像沈纯的结论一样 有待观察 我觉得其实略不同 刚才沈纯也谈到了 讲到比如说这个八千亿以上 这个我是赞同的 就是说市场相对比较 这个热点比较突出的时候 这个成交量是需要八九千亿 这个水平 现在呢 七千两百多亿的水平 那么这个呢 我感觉今天如果放大量 反而这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 就是说有的时候 这个只可取中求 不可直中取 就是反而这个市场走的 整当多一点 反而这个可持续性 反而会这个可长一些 那么目前的市场当中 在相对一个底部 这是我们都得到一个共识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的预期啊 这个炒股票一定是炒预期 未来的很多的预期 比如现在今年三次的降准 超额准备金的这个下调 包括我们说这个财政政策的一些 这是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未来我们还会预期说 央行是不是有降息的这种可能 而这个降息的可能性 也是相对比较大 只是说什么时候 对吧 这种包括进一步的这种货币宽失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关于比如说经济刺激措施的一些 这个出台 未来是不是也有这些预期 是吧 包括一些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 我看到国泰军安也是谈到说 财政策制率 比如说提高到提升 0.7%到3.5% 包括这个特别国债的发行 这些其实都对市场的一些预期 所以我们说4月份 今天是提振市期的一天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未来的预期 从今天开始 或者从这个这次小长假开始之后 可能更多的是偏好的方向在发展 包括欧洲这个疫情的这些预期 也是偏好的方向在发展 这也是我们未来说看看这个可以这个进行中线布局的一些方向 当然从中线布局的产品方向来说呢 我倒比较看好的还是跟汽车阐列相关啊 刚才沈老师也谈到了说这个2点40多份啊 应该是发了个消息就是我们说的特斯拉计划本周推出 这个在中国推出制造啊 这个长续航版本的Model 3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特斯拉 它也是属于被被这个误杀的一个一个品种 在美股它下跌幅度非常的大 昨天晚间是出现大涨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 整体全球的这些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啊 现在除了在中国这边 不但这个产能没有受影响 反而是这个有增量啊 反而有增量 而且呢今年我们知道特斯拉整个产业链 它是有一个这个全面国产化的一个这个过程 所以这呢会带动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变化 从而推动啊 比如说这个新能源汽车 所以这个我们认为 现在拉动消费一个很关键 今年经济这个拉动消费一个关键的 这个成与败啊 关键点就在这个汽车 而汽车的关键点在特斯拉 而特斯拉现在处于什么样情况呢 特斯拉从去年的年底 10月份到11月份开始上涨 到现在可以说 先从这个高涅电池开始炒 然后到这个汽车电子 然后这个汽车零部件啊 整车基本上都炒过一遍 但是经过2月份开始回调 2月份3月份开始回调之后 特斯拉也是回调最充分的一个板块 那么 基本上板块指数跌幅超过百分之 就以3月份为例啊 跌幅超过30% 而且包括像宁德时代这些龙头 也是跌幅达到了30% 而且包括一些去估化 上个月开始去估化 去估化以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去估化 它只是丰富它的产业链 对吧 磷酸铁铁电池 但是估相应的几只估的这个个股跌幅都超过4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整档行情当中 筑底的整档行情当中不需要大量 第二呢就是筑底的整档行情当中从超跌反弹开始 我们的这个选股逻辑 我们的操作也应该从这些敢于下跌的超跌反弹开始 这让我想起2016年 2016年1月份的时候也是出现 指数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下跌 在未来的234月份的时候 指数整体涨幅其实不大的 但是呢很多的这些超跌的这些品种 涨幅是非常大 超过30%有几百家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说这个市场未来 超跌反弹一旦开启之后 其实机会还是蛮大的 比如说特斯拉 我认为是一个其中非常关键的 这个特斯拉了 对 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那其实沈淳刚才呢 周宇是用一个特斯拉的这个例子 来对整个市场未来啊 就是说它是有方向有逻辑的啊 做一个例证 那其实从目前我们已经进入 4月窗口期来看呢 已经进入了二季度 现在可能市场比较集中 对二季度的这个关键词 是在底部的逻辑 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是处于底部区域啊 这个逻辑是不是扎实 第二 还有就是 整个市场啊 它反弹的性质 如果说是底部区域 那么二季度肯定有反弹 这个反弹是说 非常强度的强烈的反弹 还是说就是一个脉冲式的 或者说是一个小反弹啊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看好的方向 那既然 我们已经进入了二季度呢 不妨呢 在今年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 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这个反弹的性质 包括这个看好的方向 也谈谈您的这个操作策略好吗 好的 我觉得从单从反弹性质来说 我觉得二季度应该是一个修复性的反弹 我觉得相对来说更多的整体 我认为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高度 指数的高度 我不会看到很多 但是这个结构性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是存在的 因为毕竟是经过了这个一次比较大的一次回调 包括市场也是经历过了一次压力测试之后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当中的操作性应该是在加强的 但是从方向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跟周老师有点不同 就是我们之前关注的点 可能说科技里面相对来说比较看好的三个板块 一个是半导体 一个是消费电子 还有一个是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新能源车 但是从一个中期的逻辑来看 我觉得之前支撑他们能够出现一波上涨的一个原因 除了这个业绩的逻辑之外 更多的是在于市场的情绪 当时是在一个风篇比较高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科技股 我觉得主要上涨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支撑因素有两点 除了流动性之外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市场的一个情绪 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情绪 我觉得还在一个恢复阶段的 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市场更加注重确定性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科技股 这个三个品种来相比 我觉得确定性会比较高的 应该还是在于内需这一块 所以我看到最近 包括最近北上资金所流入的方向 其实也是在内需这块走 包括一季报 目前披露的数据 目前来说增幅 同比增幅 相对来说涨幅最好的一个板块 是医药生物 其次是食品饮料 之后是化工 然后是这个部分的电子和这个计算机 所以从这个先后的顺序来看 我觉得短期的逻辑和中期的逻辑 我觉得都是会往消费靠 消费在经历了去年三季度到四季度 整整两个季度的调整完之后 我觉得资金会在目前阶段 会重新选择一个阶段性的抱团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的消费股的表现 茅台重新回到了1100这个股价上方 而恒锐一要 虽然现在的估值也不便宜 目前的公布的这个增速 大概35左右的一个业绩增速 但是它的股价已经是 又接近了一个历史的高点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当中 在一个估值不便宜的情况下 还有资金去愿意去打这些品种 就是在于他们未来的 预期的确定性是比较明确的 而相对于这些消费类的品种 我们看一下这个科技里的品种 半导体我们先撇开不说 我们先说这个消费电子 今天之前这个力讯精密 披露了它的这个业绩 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十 那么这个相对于电子行业的业绩来说 是非常亮丽的一个业绩 但是今天的股价 其实一直在整个一天的行业当中 都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明天 其实力讯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观察点 就是如果它明天的股价 都在这个业绩的情况下 都没有出现那么很好的表现的话 你就要问自己市场 是不是对于接下来的二季度 给予这些品种的预期 是不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是消费电子也好 或者是新能源车的产业链也好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 这些都是很长的一个产业链 它们有很多上游的品种 都是依赖于外部的这些 整个的一个需求 包括供给端 包括核心零部件 都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体化 所以当外围的整个的 全球的一个复工 没有明显的一个恢复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 是有一定的一个问题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 就是最新的一些制造业的数据 虽然复工非常的好 但是相对来说 新增的订单数 却是不及预期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现在一季报 应该说现在的一个股价和一季报 已经是反映了当下的一个股价的预期 但是我认为半年报的 到底可能会出现多大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股价还没有充分的反应 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行业 在这个消费电子行业 包括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链的行业里面 我觉得都没有反应 还有刚刚这个提到 周老师提到这个新能源车 我只说一点 就是从盘面的一个操作角度来说 之前新能源车 为什么会出现一波很大的涨势 我们看它是怎么样上涨的 它最先上涨的是最上游的这个品种 就是孤河里 然后到核心零部件到中游 最后涨的是整车 但是在最近的表现当中 我们看到一直是上游的品种不涨 中游是今天刚刚表现 前期最近阶段一直涨的都是下游的品种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产业的逻辑在推动 更多的是超跌背后的逻辑在推动 所以既然是超跌反弹 其实往上的空间 我认为是非常有限的 那其实刚才沈纯把整个 以内需为这个大前提 给大家把几个看好的行业 它的一个逻辑 包括未来的变数 都给大家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因为这些行业 虽然我们有看好的前提 但是也有一个在用时间验证 是不是受疫情冲击比较大 等等的这样一种观察的一个观察器 所以这就是可能二季度 整个市场在整个运行 包括在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个难点 就是说一边我们复工复产 一边又要检验前面我们的得失 这个确实是在今年 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点 那其实周宇 刚才我们在探讨 整个操作策略的过程当中 你也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说 从上升和创业板指数 你拿的这个技术图来看 似乎你是站队在二季度 更愿意站在这个创业板 这一边上 是这样吗 是的 其实刚才沈纯 我们谈到的一些观点 有类似的 有一些有交集 有些板块是有交集的 那么很显然 最近的资金 首先我比较赞同 就是最近资金的流向 比如说偏偏保守 然后比如说像粮食 包括像我们说的 像饮料 食品饮料 这些比较多 那么计算机 排在基本上排在第四位 生物药排在第三位 不过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最近市场当中的 强势的品种 其实是一些必需品 比如说粮食 比如油 比如说糖 乳液 这些品种在不停地在创新高 但是很多投者其实就要问了 这些品种是不是还可以追 现在是不是可以追 在前两天我们看到商务部 发了个消息 就是说大概率今年 我们国家还是整体的 还是一个丰收的状态 所以说没有必要 我看很多有些朋友 已经在囤粮了 我觉得这些是没有必要 所以目前来说 这种草作它的可持续性 包括一些非常 比如说金剑米业 这些典型的这些龙头骨 短期的涨费也够多了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时候 在指数没有大机会 就四月份它是一个修养生息 它是一个恢复性的一个月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追 追这种特别强势的这些品种 因为相对高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 上市谈的这个食品饮料 特别饮料 白酒 它讲到了这个茅台 这里头我要提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茅台 比如说中国平安 比如说这个招商银行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大白马 大篮筹 我们在最近的一个 这个讲座当中 我是这么讲的 我说这个价值投资也要折时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上阵 我们说未来的机会 可能会小于创业版 是因为上阵的周线趋势 多空头 周线趋势转空了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白马 刚才我们取到这些品种 当然还有一些银行股 其实它现在什么呢 估值相对比较低 中国平安现在八倍 对吧 但是呢 整体来说 现在这个位置 它的周线趋势是空头 周线趋势空头的情况下呢 它走整档行情 甚至整档回调的 这种概率相对比较大 做股票一定是做概率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 现在去关注它 有点得不偿失 并不代表它会跌多少 但是呢 它这个相对比较稳 但是呢 它可能这个未来 它上涨的压力 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我们第一个选择的方向 就是剔除这些周线趋势 转空的这些品种 而恰好呢 在这一个季度呢 恰好更多的就是一些大白马 所以我们 我是建议就是大家 这个时候可以暂时不关注 下一个季度 甚至是到了四季度 这个时候再来 这个做价值投资 再来关注这些品种 可能更好一些 这是一个 另外呢 我觉得四月份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这个高送转 随着年报 随着季报 高送转 高送转 现在的批度 再给大家公布一下 就是说 18年当时高送转的 这个公司 一共是 这个 454家 然后超过 每十股 送三股超过的 有300家 那最后的平均的送配呢 是这个5点 每十股送配 5.2股 那19年的情况呢 到现在只有5家公布 然后有3家是超过 这个每十股 送三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差距 就是说还有 接近还有几百家公司 未来这一个多月时间 会有公布 这个高送转的 这个预期 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题材 而高送转的更多的 比如说次星股 对吧 一些这个 那么次星股当中呢 最近其实市场当中 有很多是超跌的次星股 包括科创版当中的很多 其实也是超跌的 这些品种 我们反而认为 四月份 这些品种是有机会的 一方面 它有这个基本面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 它有这个高送转的预期 这些品种 基本面又没有什么风险 然后短期跌幅 相对比较大 这类品种 我们来进行这个运作的话 第一风险比较小 第二呢 未来机会 反弹的机会 会相对比较大 我觉得这些品种 可能更适合 我们现在的投资 在四月份 去重点关注一些 沈春 刚才周宇提了两个观点 一个是从技术概率上 是选 就是从技术上 怪概率有涨的这个 这个品种 一定是看技术 还提到了一个高送转 就说四月份 到底我们选顾 如果从疫情 从大家的情绪 都有所修复 有反弹的话 您觉得这个主逻辑 是抓什么的 有人说抓技术 就是周老师这一派 也有人说 四月份要等政策 那毕竟大家等着 未来对2020年 这样特殊的一年 到底有什么政策上的 一些重新的一些安排 也有人说 你四月份就是看业绩吗 出报表吗 你觉得四月份会 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逻辑 我觉得从风格上来说 我认为是一个均衡的 一个风格 就是说成长这边 我认为会有机会 但是这种机会 更多的是 基于是一个短期的逻辑 就是说这些品种 更多的是超跌的轮动 也就是你会看到 今天涨的是消费电子 明天可能涨的是新的原车 后天可能涨的是太阳能光伏 再后天涨的是半导体 就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节奏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是很难去把握的 因为这些品种 都是之前强势资金进去的 但是又是出现了短期超跌的 很多的这些品种 都是多的跌了超过50% 上面都有很大程度的 套牢的筹码 我觉得这些品种 更多的是短期资金 在这里面做一次超跌的反弹 除非是这里面 你会看到 真正有一个或者两个的股票 创了新高的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会打破这种逻辑 但是从目前来看 涨得最好的 这个半导体里面的圣邦股份 涨得最好的消费电子里面的 力讯精密 这些全部是超跌反弹的一个走势 上面的一个 这个就是筹码堆积的地方 到现在来说都没有去触碰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就是科技股里面 我觉得会有机会 但是是超跌轮动的机会 那么第二个就是 这个确定性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以内需为主 那么内需其实就是两条线 一个是新基建 另外一个就是新消费 新基建之前 我们说过了这个七个细分 我觉得这个里面也会轮动 那么现在来看新消费 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在四月份里面 占据这个主导的地位 就是其中有很多的一部分的品种 它的业绩的确定性来说是比较的高的 同时现在新增资金 我们知道四月份目前来看 主要的新增资金来自于什么 是来自于北上资金 而北上资金的偏好 更加的多的是喜欢 这些偏消费类的这些品种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 如果你是追求弹性的 那么你可以去操作 这个超跌的成长股的轮动 如果你是追求稳定性的和确定性的 那我觉得消费类的品种 我觉得会相对来说更加的靠谱 我指的这些消费类品种 并不是说是最近长得比较好的农业股 像这个油资风格的时候 那个什么金剑米叶 然后这个一路到棉花到糖 我觉得更多的是医药的几个细分的赛道 比如说前面以恒瑞为首的创新药 比如说以这个麦瑞医疗为首的医疗器械 其实有很多品种 目前来看他们的业绩都出现了一个非常 这个短期来说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 包括医药里面还有一些细分 像比较冷门的这个连锁药店 最近你可以看一下连锁药店 有一些个股其实从底部到现在 已经是反弹了60%了 所以关键就是你这个着眼的方向在哪里 如果你是追求弹性的 那么科技这边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稳健的 我觉得相对来说 4月份这个消费这边的稳定性 会更加的确定一点 今天是清零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我们对4月份的这个行情 可能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就说得更多了一些 好了 那一会儿我们回到盘面当中 看看今天行业板块全面上涨的过程当中 哪些板块跳出了这个眼球 然后我们一会儿和大家细细地来分析 大家好 今天将会把我们在实战中 经常使用的短线操盘系统 三根均线买卖法送给大家 只要扫描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领取上手使用 三根均线买卖法通过5日13日21日三根均线 轻松教会大家短线股票的买入卖出 及持仓思路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抓住低位上涨拉升的股票 你不妨扫描二维码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炒股的指标虽然不少 但是适合自己的短线操盘系统 却少之又少 三根均线买卖法区别于传统的50 20日均线 参照菲伯拉切数列对指标进行修正 并通过大量实战案例 视频教学等方式 系统帮助大家构建自己的短线买卖模型 严格执行把握机会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上手使用吧 每天五分钟 了解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万象 我是少女 在古牌APP 看观天下 古牌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古迹特高压基建 哪个板块值得关注 我是王敬青 扫码上主拍 看我直播 为你分析最新的机会 做靠谱的股评 给中肯的建议 我是张顺聪 扫码上古牌 看我直播 教你把握买卖时机 跟技术思维做合算交易 大家好 我是任兵 扫码上古牌 咱们来看直播 我是张明宇 我是沈波 我是川亮 我是周彦青 来古牌 看我们直播 3月18日起 上古牌 看直播 就能天天领红包 进百位老师经验直送 在线答疑 你敢问就敢答 马上扫描屏幕二维码 下载古牌 听老师给你一一解答 让你的操作 明明白白 古牌客户回馈月 新老用户 上古牌搜索牛巴巴 新老用户 上古牌搜索牛巴巴 领取直播老师 演艺实战买卖法 好 欢迎回来 盘面上看 今天行业板块全面上涨 除了受疫情影响的农业 医药股继续强势之外 像数字货币 北斗导航 RCS等概念 都表现非常的好 消息面上 也各自都有相对的利好刺激 此外 据新浪报道 欧佩克代表称 沙特和俄罗斯 接近达成减产协议 原油市场也在蠢蠢欲动 四月的领涨题材 会不会就在其中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我们来看这张表 这张表当中提到了 数字货币 今天的涨幅是达到了7.81% 食品消费6.28的上涨 农业种植5.63 这个是连续强势的板块 卫星导航4.96 高宋转4.84 医疗器械3.3% 当然了像航天长风这样的呼吸机 也是连续的上涨的这个品种 其实沈纯 我们在观察这个领涨热点 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有的是持续上涨 其实有的可能像数字货币 是突然又重新跳入 我们眼帘的一些这个板块 四月份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逻辑你说了 追求弹性 你还是追求这个稳健 那从四月份已经在盘面当中 主动表现的情况来看 那我们的主要观察点 应该集中在哪里呢 我觉得因为前面我说了 我四月份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看好内需和消费的 所以我基本上关注的方向 还是围绕这两个方向去关注 那么主要的消费里面 我说了医药赛道的里面 几个细分大家可以去关注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今天 这个体材股里面的数字货币 虽然今天没有很好的一个先手买点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 在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下 它的一个体材的一个赚钱效应是最高的 因为有接近20家公司出现了一个涨停 我觉得对数字货币来说 这个也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中线的一个体材的布局 当然不建议大家短期去追 更多的是等待回落 里面的几条线 一个是银行IT 我觉得是主要的一条主线 剩下的像运营服务 包括数字加密 一直到数字终端 这里面的细分 我觉得未来会进行一个反复的发酵 而且数字货币整个的一个板块 其实去年的三季度出现过一波上涨 然后一直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回调 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 我觉得也符合一个超跌的一个要素 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既有这个政策的一个推动 同时又有超跌的一个反弹 并且也是最近一个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品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材是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的 那至于其他的像这个农业这些品种 我觉得这个操作性来说就比较差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全部是龙头的品种在上涨 像金件 然后一直发酵到这个棉花当中的这个品种 然后再发酵到今天的这个糖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切换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 这类的品种我觉得操作上来说就是需要适当的谨慎 那么剩下的像卫星导航 卫星导航因为偏军工一点 我觉得这是军工里面 我相对来说看好的一个比较看好的一个细分 因为这是未来也是政策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其他的品种像医疗消费食品消费等等 都是偏内需 所以这些这个热点的板块和主题也好 其实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方向还是以消费为主 其实现在如果把这个刚才领涨的这些板块 细分开来 其实就是以前没有动过的一些军工 或者是以前没有在这个市场当中 有太突出表现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数字货币 那今天也是在一定的事件的推动之下 是出现在了这个涨幅的一个前列 其实周老师 刚才您说了几个方向 比如说特斯拉 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特斯拉 是比较确定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 当然了也提到了这个高颂转 其实在今天 我们梳理热点板块的过程当中发现 高颂转确实是有 像新诺维代表的一些新股 刺新股 科创版的一些客股 那农业是连续的 医疗是连续的 食品是连续的 那这些连续上涨的一些客股 会不会有慢慢退去的可能 新出现在我们眼帘的 像数字货币 像这个高颂转 会不会在近期 四月的这个开始开端 会更猛呢 是的 这个刚才周老师谈的 其实我有一观点 也是比较赞同的 就是说目前市场当中 你是要区别对待 那么对于这个 比如说这两天表现比较强势的 一个比如说呼吸机 相关的一些医疗器械 医疗器材这些 其实前期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当时一月份二月份 炒过的口罩概念 口罩概念怎么样呢 怎么涨上去 后来又怎么跌回来 这一点一定要提醒大家 所以呼吸机他有一天 他也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走势 还有点就是我们要定位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 是不是属于全面牛市 如果他现在是一个全面牛市 你去强势过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但是现在他是一个 四月份本身就是一个 恢复性的一个阶段 在恢复性的阶段的时候 你去追一些相对这个 高位强势的这些品种 我是觉得有风险 我是觉得有风险 相比较起来 比如说数字货币 去年 刚刚石老师也谈到 就去年其实他 在下半年 其实是有动作的 这个我们觉得这个 数字货币 我觉得未来的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政策 需要细化 就是现在呢 他需要 他给到一些刚领性的 一些方向性的一些指引 但是我们觉得需要一些 更细节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 而且他还有一个 就是非常弱势的地方 就是他客户相对比较少 二三十只 也就是说他可持续性 我觉得他短线的 这个可持续性 可能还是比较的小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就是我们觉得 目前市场当中的 这个比如像北斗 刚才这个 神奥师爷谈到的 北斗 他其实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个呢 他是国内的这个 北斗整个产业链系统 跟国际啊 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会受疫情的影响 可以完全这个自主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他是完全自主 然后呢 他不受这个国际疫情的影响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5G的 比如说的一些 异用端 你比如像这个 无人驾驶啊 这些 他也会跟 对这个北斗系统 他的这个 也是他的这个 业绩的主要的这个支持 主要支持 但是呢 从整个 我今天翻遍了 整个北斗的相关的一些个股 我发现这个个股的过程当中 真正的这个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属于低位的 但是呢 这个低位是低位 但是呢 低位呢 他表现得非常的弱 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 他表现得很弱 又不是说超跌回来的 他是在一个低位 震荡的这种过程当中 这对品种 往往他短期没法 马上变成 转换成什么 强势的品种 比如像 现在一样啊 像这个食品饮食 饮料啊 他不会 他需要一个过程 反复的震荡 走相体 然后突破相体向上 这才是我们重点观 明白 这个时候 可能还是稍微稳健一下 数字货币也稍微稳健一下 好的 其实我们在观察 整个盘面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记者也去前方 去采访一些上市公司 以便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这些公司 今天的走进科创版呢 我们来看一家 光固化材料领域的企业 九日新财 看看它的核心技术 到底是什么 国产替代的空间有多大 公司未来到底有哪些发展规划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在第一财经APP上 进入我们的视频 有料频道来收看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九日新财成立于1998年 注册资金11122.68万元 主要从事专业性光引发剂 单体 齐聚物 紫外吸收剂等光固化材料 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光引发剂呢 是光挂产品的核心的主要走进部分 光引发剂实际上它是 遇到光以后啊 能够分解成自由电子 或者是氧粒子 从而引发这个液体的材料 进行聚合反应 固化成膜的一个过程 通常讲 光引发剂就可以叫药原子 也会叫催化剂 也是也可以叫固化剂 光引发剂是在这个光固化材料里面 添加量只有3%到5% 当然起的非常核心作用 九日新财所处行业 为战略新兴产业分类2018 之先进实化化工新材料 其最新的招股说明书达678页 这厚厚的纸张 厘清了九日新财的科创属性 其实两方面 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 它是一个功能化一品 甚至也是高科技产品 不是简单地能够生产的 也需要更多的技术 来多种技术的走合来形成的 形成大量的这种生产 工艺特色的这种技术 从而是这些产品能够保持足够的优势 第二也拥有了很多高科技产 除了在传统的这种投料油墨或联合剂以外 更多的用了很多光合材料 比如像三级打印 智能薄墨材料 甚至管道修补材料等等 很多一些分担的机会都是靠我们自身 这种创造发现的 那未来我想也保持这个行业的一种技术 领先性 保持企业的一种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那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会很大的 另外刚才讲的也会给我们 南大学核建研究院 也就是目的在这方面能够加大技术投入 在技术上面能够多方面去开发 去研究能引领这行业的一个发展 业绩快报显示 未经审计九字新财2019年营收为13.35亿元 同比增长32.82% 2019年净利润为2.49亿元 同比增长41.46% 总资产较2019年年初增长141.12% 业绩方面 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当然是通过不断的扩展规模 不断的增加新产品 那这样是公司整体的规模增上去 去拓展新的甚至拓展新的领域 第二个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来降级成本 从我们预估的话 在未来市场增长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除了国外的市场 当然还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 每年大概10%左右 或者这种增长以外 那国内的市场增长 因为国家也是环保政策 对传统投料这种去替代 这个巨大的市场需要我们替代去更新 因为现在上市有着资本力量 来进行收购并购等方式 来将九州公司在光影化的这种占用力 进一步提高 从现在比如4%30% 我们来提高的50%甚至更多 来扩大九州新的财 在光影化这一系统领域上的 这种领先地位 那至于这个混淆拓展呢 因为光影化这个 在光阔财力里面 天天天天只有3%到5% 那还有95%的东西呢 主要是数值和单级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 这一大领域上 能有更大的作为 在吗 王哥有急事 在的 小刘 怎么了 王哥 你看看 刚买的股票又被套了 给支支招吧 你怎么又在高点买 给别人站岗了 不会选啊 看涨了就想买 结果又被套 来来 给你支一招 盘中尽量去选 寻找有上涨空间压力小 下方支撑强的股票 然后配合黄金买点操盘数的 关键指标 你就能知道怎么买了 真的 王哥 这个黄金买点操盘数 是什么 这个是专门用来捕捉上涨形态个股和判断买卖趋势了 买什么怎么买我都是在上面学的 你看通过老师提示的两个关键点找机会 炒股其实没那么难 这看起来挺简单啊 我也想学学 好啊 那打开微信 对着这个二维码扫描一下 就能马上拿到手了 简单不 到手了 谢谢王哥 5G特高压基建 哪个板块值得关注 我是王敬青 扫码上股拍 看我直播 为你分析最新的机会 做靠谱的股评 给中肯的建议 我是张顺冲 扫码上股拍 看我直播 教你把握买卖时机 跟技术思维做合算交易 大家好 我是任兵 扫码上股拍 咱们来看直播 我是张明宇 我是沈波 我是川亮 我是周燕青 来股拍 看我们直播 3月18日起 上股拍 看直播 就能天天领红包 近百位老师经验直送 在线答疑 你敢问就敢答 马上扫描屏幕二维码 下载股拍 听老师给你一一解答 让你的操作明明白白 股拍客户回馈月 新老用户 上股拍搜索牛巴巴 新老用户 上股拍搜索牛巴巴 领取直播老师 演艺实战买卖法 在此我呼吁大家 献出一份血 传递一份爱 温暖每颗心 请加入到我们 无场献血的行动中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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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公司与行业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明晚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及时变化 明天晚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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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危机中找到新的关系 《头脑风暴》特别节目 从短暂停摆到加速复述 即将播出 敬请期待 他说现在的电信电来一天一个假 你可以去做做这个生意 我要我这就是我的职人 我正存重 这是你今天完成这个任务 我干了一辈子 我不甘心国产男人 全部被外国求拿掉 实际上有小产品没有小买卖 我就接到了第一封信 请停止新耀的慢性自杀 说你再好有国外再好 无论如何也要有自欺 我们要么不做 要做就是要做第一 我不敢回应我的故事 我怎么用一个地方冒进 我念的时候我手机就说 一人下降了300% 内部有没有怨言 怨言是很多的 一个卡一卡过 过一个卡上一个台阶了 我觉得其实他心态比较强大 勇敢去面对 走出舒适去 进步是必错 在一个不容易担心英雄的行为 他们就成功了 你成功功 不过死经文正 坚持到底就是真理 共课时间 从我做起 七步将您正确洗手 掌心相对 相互揉搓 手心对手背 指份相互揉搓 掌心相对 双手交叉 指份相互揉搓 弯曲手指 使关节在另一掌心旋转揉搓 一手握足 另一手大拇指 旋转揉搓 五个指尖在另一掌心揉搓 清洁手腕 我们的认真就是最有效的防御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超龄燃气器具 请及时更换 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通用地暖 科技创造完美 装地暖 就用通用地暖 太平洋保险 质量城堡 通用地暖 米兰四沙发 采用美国李恩牌 伸缩合金奖 品质十年保证 米兰四沙发 畅想临靠墙距离 给您增加空间 米兰四沙发 采用进口牛皮 匠心品质 舒适 环保 米兰四沙发 华而不贵 做老百姓 买得起的好沙发 米兰四直跟上海 创于1999年 上海人做出来的品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通用地暖 科技创造完美 装地暖 就用通用地暖 太平洋保险 质量城堡 通用地暖 受疫情积极信号提振 全球市场联手狂欢 亚太股市收盘多数上涨 欧股高开 英国